嗨大家好,我是靠谱的商小姐 今天想和大家闲聊一下 聊个啥事呢 就是咱们这个父辈啊 父母这一位 他们这个每一天用手机的时长 虽然说这个时代 这个年代就是老中青这三代人 什么事啊 基本所有的事都用手机来解决 但是这个手机解决的这一过程当中 好像占据了我们生活当中太多的时间了 比如说就拿我们家来说 我妈和我爸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就是我妈才一天不看手机 就她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在忙着 那我爸呢就是 属于除了打乒乓球的时候没看手机 睡觉的时候没看手机 其他的时候都在看手机 所以呢我就把这些时间段啊 所有的一些就是咱们常规的一些时间段 吃饭睡觉等等等等走路 包括走路还在看手机 我给他记录下来 所以我给我爸起了一个名 叫王隐老少年 父啊 咱吃饭就吃饭呗 手机就不看了呗 啥的 哇 吃饭啦 没看啦 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 其实这件事呢怎么说呢 就是也好也不好 就是觉得就是你吃饭看手机吧 它肯定会影响你吃饭的这个进度 还有食欲 对于食物的这种感觉好不好吃 因为你的精力都分散了 都在手机上呢 所以有时候吃饭的时候 我说老父亲别看了呗 也不听啊 他该看他的 然后还吃吃饭 所以我就觉得咱们现在父辈人 这个手机网也太大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 跟我有相同的一个感受 就是这个度已经掌握不好了 就包括我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 我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孩子在 在那玩着手机啊 就是可溜了 比成人都溜了 所以就我们家这个没有小朋友 所以就看到我爸就觉得 原来没觉得网瘾这么严重 现在就觉得 无时无刻都在用手机看手机 觉得稍微有一点担心 担心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这个光线暗呢 也在这看手机 也不开灯 哎呀 早晨第一件事醒来 还是看手机 所以我就给他起了名 网瘾老少年 所以关于这个长辈啊 手紧引太严重这个事 咱今天就闹了 欢迎我的粉丝小伙伴 咱们在视频下方留言 这个事怎么能让他们找一个度呢 因为我用手机 很多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事 在用手机完成 其他的时候我都尽量去不看他 因为他真的有一时候光太强了 我觉得不好 所以我都不去看 所以咱们父辈 你们的父亲母亲 有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看手机时间太长了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一个做个老师 主持人记者 编导的旅游博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来关注我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